巴西前總統波索納洛的部分支持者 闖進國會引起的暴亂 已經逐漸平息 而目前仍在美國的波索納洛 因為腹痛住院 但是病況無需擔心 對於支持者的行為 波索納洛認為已經越界 目前仍在美國佛州的巴西 極右翼前總統波索納洛 九號因腹痛住院 他的妻子滅血兒在社群媒體證實 波索納洛腹痛不適 正在醫院觀察中 原因是二零一八年競選 總統掃街造勢遇刺的救傷復發 路透社引述波索納洛 親近人士的說法 他的病況無需擔心 波索納洛遇刺後 屢刺因長阻塞住院 他是在十天前離開巴西 並入境美國佛州 當時刻意缺席新就任總統交接 不過現在波索納洛的簽證問題 讓美國總統拜登面臨 來自民主黨內人士的壓力 要求將波索納洛遣送回巴西 民主黨及德州聯邦眾議員 卡斯楚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美國不應該成為這位在巴西 煽動國內恐怖主義的 專制人士的庇護所 同黨著名的極右派眾議員 扣地資AOC 在社群媒體天文要求別再提供 庇護給人在佛州的波索納洛 波索納洛腹痛送醫的前一天 他在巴西的支持者闖入國會引起暴亂 讓人想起兩年前美國國會山莊爆發的攻擊事件 目前身著防暴裝備的巴西軍警 已經驅散國會外的示威群眾 拆除他們搭設的帳篷 波索納洛否認煽動支持者 並表示這些騷亂人士已經越界 一月八號 數千名波索納洛的支持者 衝進國會 最高法院以及總統府 造成大暴動 引發國際社會關注 也是巴西自一九八零年代民主化以來 暴動人士對政府機關 發起最大攻擊的一天 公視新聞黃命令編譯